育理开机福德宫关怀弱势家庭 在中秋节前夕举办了社区弱势中秋节祈福平安活动 安排了大会考、敬老、餐会、卡拉OK欢唱之外 还提供社区弱势族群协助和祈福 育理政公所补助之外 政长龚文俊也乐邀相亲席家带卷 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中秋之夜 在福德宫与公所邀约之下 大约有200多位弱势家庭成员到场 福德宫席开20多桌招待 除了有多人大会考、敬老餐会、卡拉OK欢唱之外 更提供社区弱势族群协助与祈福 现场更有大批的文旦 弱势家庭现场或带回家享用 我们今天为雨会参加的天海热岸 等一下还会很多人 我们先开会一次 先让大家可以吃个东西 我们感谢花莲县政府南区主任 南区副主任陈志远先生 也感谢我们那个综艺员 都一眼来为你 我们也感谢国民党部 玉璃正的委员 主任委员 黄夏敏先生 也感谢玉璃正明代表 我们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跟我们一起共产政治 谢谢 开幕式由开机福德镇神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陈志明主持 藉由举办中秋佳节祈福活动 除了让乡亲在中秋之夜享受欢乐时光之外 更表达对玉璃社区边缘弱势的重视与关怀 要让我们土地公庙未来的管理能够更加的完备 那么我们也很恭喜由我们陈志明 陈志明他的努力 让这个我们的社团组织合法吧 已经在县政府通过了准议给他们来做立案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做什么 到公所先来申请这个活动补助金会 除了拱文郡之外 到场共襄盛举的地方人士 包括县议员魏家贤 中肃镇 选政府服中心副主任陈志明 正代吴朝成 吴新闻以及起摩里长陈文祥 中城里长江学文等人 共同来关怀弱势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